大家好 这一期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下这颗三角梅 这颗三角梅是从开春牵插到现在的 是第一次开花 那么这颗三角梅每一个生长阶段 都跟大家分享了养护方法 那么现在它开出来的花非常的多 但是为了不影响到它下一次生长 还需要给它做一下适当的处理 大家看一下这些枝条 现在都长满了花苞 包括这边这些也都长满了花苞 这些枝头都长满了花芽出来 就是因为它第一次开花开得太多了 所以这个时候要适当的给它做一些修剪 不要给它开太多花 避免它开完花之后影响到它的生长 因为毕竟这颗三角梅是第一次开 还需要给它继续的生长更加旺盛 所以我们这个时候给它处理的话 主要是把这些过长的枝条 给它修剪一下 不要给它再继续的生长 像这种太长了 给它剪掉 剪掉的目的就是不要给它浪费太多的养分 又能保证有花开 主要是控制不给它开太多 像这些过长了 全部给它打一下顶 虽然说有点浪费 但是为了它下一波生长更好 还是很有必要给它做一次修剪的 把这些全部过长的枝条给它做一下处理 给它简单做了一次修整之后 接下来还是要继续的给它补肥 这个时候给它补肥的话 就不需要给它喷湿叶片了 只需要用这个领色的青甲兑水 等到这个土养干了 再给它浇灌 盆土就可以不需要给它喷湿叶面 因为喷湿叶面的话 容易造成这个花苞出现肥害 好了 这就是这颗三角梅目前的状态 我们该怎么养护 也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好了 我们下期再见